那你觉得是不是你们几个人的经历 让你内心可能会坚信一点 就是在如今这个时代 至少在这个时刻 如果你是个好演员 只要你能够足够坚持 你够努力 就会有属于你的时刻到来 我一直相信 你一直相信 我一直以来 我心态还算是比较平和和平缓 就是因为这个工作 你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你已经感受过它的各种的阶段 我觉得任何时期 不管男人女人也好 任何职业 你要有个好的心态 这次我觉得我接触你们三个人 就是赛世曼 聂远 还有你 我觉得你们三个有一点 我特别欣赏跟感动一点 你们都特别地感激 特别地感谢这一份 就是因为这部戏 让很多的人喜欢你们 关注你们 因为你会觉得 突然有一天发现 自己在那个流量大军中在那 你的网络的数据 会一直在网上飙升 其实你以前不懂这些 我以前也知道 但你很难再进那个流量大军 因为流量大军里面都是 很二十几岁刚刚出来的 很多小男孩小女孩 会追捧的一群人的 一些小鲜花 小鲜肉们 然后突然有一天 你冲进去了之后 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点 很不适 很不合适在那 第一是我会发现 我的粉色量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他们告诉我说 每天数以十万剂什么 在涨 在涨 我都没有算过 因为没有时间看 其实到今天我告诉你 我讲一句话 真的是很 我演习攻略只看了十一集 没有时间去看 因为那时候我正在拍一个戏 我是一口气看的 我第二天要一早六点多化妆 我看到早上两点多 我说完蛋了 这个戏有点毒啊 因为它会让你看了放不下 你们自己演的也会这样吗 我就是一口气看完的 我说完蛋了 我说我不能看了 因为后面的工作 我一细数 我说那我看了它 我就不用睡觉了 我说一定要等我有时间了 我再把所有的看了 到今天我还没来得及 但我觉得你只要享受这个过程 这其实挺幸福的一个阶段 你很享受 然后你也很珍惜 你也很珍惜